各位,上帝把最大的礼物赐给我们,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了。 借着圣灵和神的道,叫我们属神的儿女们,能享受所赐的丰盛与活泼的生命。 这是上帝赐给儿女们那属天的爱了。 上帝属天的爱是什么呢? 就在罗马书八章那里,最后在三十七和三十九节说,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知,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各位这里所描述的爱,能叫我们在最大的苦难里面, 在各种各样的试炼和试探中,仍然可以倚靠爱你的主, 并用主的爱去看和解释一切来得着答案。 但今天,很多信徒的心灵是非常混乱的, 他们满脑子,是圣经之事,但却无法理会那属天的爱。 他们的心灵常被世俗的私利、忧烦、折磨。 他们的生活是满有担忧和抱怨,动不动因自己的软弱被控告, 这些都使人无法看见与享受属天的爱。 所以,我们要清楚地认识,是什么叫我们无法看见神的爱呢? 有两个地方叫我们不能看见属天的爱。 第一就是因为可怕那短暂和有限的爱了。 往往我们都无形之中可怕那短暂有限的爱, 盼望能在肉身上触摸到神的爱, 不然就是在自己肝强有信心时,多半能够看见神的爱。 但很多时候,那种爱是这么快的消散, 无法深入心中,更不能叫我们遭受苦难与失败中坚强我们, 反倒叫我们自责而感到绝望。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心,最深的渴望,倾向是什么呢? 是你要经历肉体的爱吗? 是你只有在顺境里才能够看见神的爱,赞美神吗? 倘若我们的心渴望的那种爱是肉体的, 那种合肠里能够经历的爱, 那这个心开始的本身已经没有办法到达到神荣耀的宝座了。 那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有能将来, 现在一切手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些也都不能达到那个地步了。 其实,追求那种经历肉体肉身能够触摸到的爱, 甚至你不用求上帝,他也会给你的。 因为上帝在他的恩典里面,已经把他的儿子赐给你了, 在万有里面,哪一样上帝不会给我们呢? 所以,我们不用求那些事物, 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的, 这是我们当追求的倾向和渴望。 那第二个原因叫我们不能看见神的爱, 是因为被弃绝的感受。 被弃绝的感受是会吞吃你我的信心的。 特别当人遭患难与失败时,必有痛苦, 而痛苦是很容易在我们里头产生被弃绝感。 例如,神为何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神为什么没有帮助我? 这感受会很快地吞吃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不愿意倚靠主, 而因此尽到更大的痛苦与绝望。 那总然我们道理上都知道神的存在, 但唯有在那个时候, 神通过圣灵向我们所显明他亲自的同在, 才能安慰坚强我们, 使我们更加迫切地祷告仰望主。 当然按照人性, 我们都会有伤痛、痛苦、失败等等, 因为我们是有肉、有血、有忍性的, 连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有的。 我们都知道他在哥西玛尼越极其伤痛, 所以我们的痛苦不是罪, 那是我们的人性带来的。 所以在此, 我们不能相信我们消极的心 在那时向我们发出的声音。 诗人说,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当各种的苦难来时, 你的心会自动忧闷的。 当你有疾病时, 你的心会跟你说话的, 但是你不要相信你的这样的心。 很多时候, 那声音是没有神的爱的根据了。 那时, 我们的罪生是通过我们的心 要欺骗我们的。 倘若你放任那个声音, 慢慢叫你成为苦独、 忧闷的人、 常常责怪人的人、 又自卑的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唯有能够相信的是神的应许, 且从神所说的事实来聆听圣灵的声音。 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 保罗才说, 我深信。 这告诉我们, 说这属天的爱, 不是肉眼肉耳能够轻易接触到的, 那是要在空中掌权的势力, 逆境的挟制, 对现在与将来的忧患, 甚至是自己的无能软弱中, 深深的确认到神的爱, 知道你自己的心能够常常按着神的话, 听见主的声音, 行事为人也按着神的爱出发了, 那时我们才能够确定自己已经学会这属灵的秘诀了。 倘若我们在神放着我们的处境中, 按着神的应许所告诉我们的事实, 确认与寻找神细密的爱, 那么我们在灵里面便会经历圣灵扶持的能力, 跨越那痛苦的挟制。 事实上, 一个人的心灵若能够从神的话听见蒙爱的声音, 想起蒙恩的意念, 领受蒙福的心境, 它是何等有福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多渴望上帝属天的爱, 多于短暂有限的爱, 也多从主的话语来聆听神的爱声, 多过于聆听你的心里消极的声音, 因为上帝爱你了, 虽然人生必定有一次、两次非常重要的事情会发生, 但都是神要操练你, 直到你能够靠圣灵拒绝错的声音, 领听对的声音来走下去, 那时你不但能够看见神属天的爱, 并有更荣耀的结果等候着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